好 萧佳琪报区有民众看到新闻 就赶紧跟朋友集资了三万块 订购了150盒太阳饼 指明就是要送到行政院给他 而有店家24号下午就收到订单了 紧急凑足数量 晚上六点多货运就来收货送上台北 预计今天早上呢就会送到行政院 太阳饼店门口快递公司工作人员 忙着把大箱子里太阳饼搬上货车 23号下午这家饼店突然接到电话 要订购150盒的太阳饼 指明要送给行政院副秘书长肖佳琪 这张订单就是邱先生订购太阳饼的单据 上面清楚写着订购每盒200元的太阳饼 150盒总价三万元 邱先生说这是好几个朋友一起合资的 还在当天就把款项汇给店家 来店同时由我们的专业部门帮我们接下来 对 他的钱呢 钱的部分的话他是直接汇款进来 热情民众急资送太阳饼 希望肖佳琪收下后可以专心证物 如果他吃不完可以送给其他同事 他们不会介意 记者许家师陈思源台中报道